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 今天是1月8号农历的11月27 一个星期上班上课的第一天 首先来关心天气状况 小丁您要提醒大家的重点就是 这一个星期的天气会先湿后干 基本上今天的天气跟昨天差不多 唯一有变化的就是从白天开始 东北风减弱 北部东北部温度会比昨天上升1到2度 中南部则是日夜温差比较大 星期三冷气团报道伴随水气增加 到时候时时冷冷 民众要有心理准备了 而今天的清晨最低温 受到了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平地最低温出现在苗栗8.7度 气象鼠针对了苗栗新竹南投这三个县市 发布了低温特报 还有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 怎么样才能够吃得更健康呢 国舰署提供了在家也能够检测代谢症候群的方法 让大家远离三高以及肥胖 包括量一量你的腰轨 还有测量血压以及空腹的血糖 如果这三项指标都超标的话 就可以确定您是代谢症候群 因此想要改善最好的方法 就是从饮食开始减少红肉的摄取 今天周一无肉日 我们要带大家从网红的日常生活来看看 他到底是怎么样利用网路 号召更多的同好一起加入蔬食的行列 因为刚吃树麻不知道吃什么 然后我就开始每次都要记录自己吃的东西 然后就发IG上面分享 他就说如果我们po100位粉丝 这是100 100位粉丝 那我们就来聚餐 网路前线各县市素食同好千里巨头 超市老板正是明文夏儿的无肉师级创办人张志睿 因为我们不会每天买衣服 对 但是我们吃是三餐都要吃 对 那如果用吃的角度去做这件事情 让大家知道说我三餐都吃树 我可以减少碳排放 我可以不让这么多动物变成经济动物 根据国外统计公司 World of Statistics报告 去年台湾素食人口比率 一乘四 相当300万人都在吃树 排名全球第三 也要成为蔬食大国 且不止全素人口 连偏好植物性饮食者也直线飙升 从疫情过后就开始 你会发现蔬食的弹性人口的比例在增加 而且这个名字是在近两年才开始出现的 张志睿五年前创办无肉市集 打开好口碑 现在一年半食物厂仍供不应求 张志睿跟积极写杠 他和伙伴也会为无家者提供餐食 这些公益活动自始自终 他都带着孩子全程参与 今天有对你们推述的翻译吗 我们不会刻意讲素 对 那他们问说这什么 然后包肉吗 没有 我们这是素肉这样 对 他们当然不会在意 但是因为东西是好吃他们喜欢的 我认为它是一种生活 对 其实我们是带着孩子在过这样的生活 不只是从认识到体验到体会 甚至是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跟意识 吃全素20年 两个女儿都是胎底素 如今腹中又即将迎来小生命 当面对我们抛出灵魂拷问 若长大孩子不想再吃素 做母亲的岂不左右为难 这个问题蛮多人问过我的 我妈也问过我 我说我接受 对 但是在接受之前 我会跟她有一个讨论 我们要让孩子知道 她在做下一个跟她原本生活 不一样的决定的时候 我必须让她明白 她有没有意识在做这个决定 毕竟饮食自由 谁都该尊重 不靠呆板的说教强行推销 她在网络与现实间端出好料 让人知道素食的美好 鼓励人们勇敢跳进蔬食圈 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态度 好 再来掌握最有观点的国际新闻 今天为大家整理的关键字 是强震后一周 日本能登半岛地震灾区的现况 以及灾民们的处境又是如何 目前在救灾的工作上出现了转机 几个重灾区来看到的是 株洲市的加油站 开始有油罐车运输燃油 另外金泽市有一间仓库 也开始接受企业以及民众 所捐赠的生活物资 而在重灾区轮岛市 则是有超市首度开门营业 要让灾民一步一步恢复日常生活 走到两侧 商品堆满塑胶栏 陈列方式不像平日井然有序 民众却毫不在意 照样大排长龙 石川县轮岛市总算有超市 排除万难开门营业 瓶装水暖暖包一应俱全 甚至推出不少百元基安商品 让民众安心采卖 大排长龙的还有株洲市这间加油站 不过一般车辆限制 只能加到两千日元 过去几天为了避免混乱 受灾地区始终婉拒企业和民众 自行捐赠救援物资 现在金泽市终于开始受理 包括饮用水 奶粉 尿布 毯子等 民间纷纷响应动员 另一方面 针对灾区的恶劣天后 政府也承诺迅速阴影 岸田表示将和地方政府合作 提供毛毯和燃料等预含物资 石川县则是宣布 主要干到部分路段 7号起只开放锦销和货车通行 希望救灾能更加顺畅 大爱新闻 江玉廷编译 新闻焦点转回到国内 来看到的是新北市的 新店慈祭禁司堂 举行的岁末祝福 昨天有超过2500位的慈祭人参加 其中新受证的志工 有不少是年轻人 每一个人走路慈祭的因缘都不同 但是都把握机会增加自己 生命的广度以及深度 上人期许大家 广妖菩萨一起承担天下救灾的工作 两千多位慈祭人入金藏 全是佛法精神 善法种子源源不绝 今年新受证的苏执磊 四岁开始跟着母亲担任志工 从慈少 慈青到大学毕业 从事艺术传播工作 不忘关怀社会 很小的时候就会跟妈妈上街头去募款 会参加就是古娟的宣导 所以其实我在那时候 刚成年20岁的时候 就马上去古娟建党 真的走到了 例如说灾区啊 或是你真的去看到这些苦难 其实你会觉得自己真的非常的幸福 真的是非常有福气的人 才有付出的机会 生老病死无常却激发生命力 受证溶董林玉帆 18岁那年刚进入大学 一场车祸脊髓损伤 却开启另一扇窗 肚脊以下都是没有知觉 没有感觉 那也不能走 要捏要打都不知道 那个慈喃的活动 那我就去里面当助教 因为也蛮喜欢打球的 那就是陪伴着小朋友 这样子一起成长 要看到还存在的拥有的东西 然后把它给发挥良能 林玉帆受伤后担任志工 关怀年幼 长者 贫困者 艰苦之福 贡献社会 要为天下人间要去完成 不管是医疗 教育 或者是天下救灾工作 广邀菩萨进来 看也有第四代的代代相传 勇于付出承担重责 艺人极为光 汇聚照亮世间路 大爱新闻 陈宏丽 邓映中 林立一 台北报导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 要带大家回顾 1月8号的这一天 有哪一些慈善足迹 除了看到有艺人 劝慕爱心要送爱到南亚 帮助海啸的灾民 还有赖索托在2011年 推动了好画一条街的活动 2011年1月8号 赖索托好画一条街 在雷迪布兰市 最热闹的商街 辞职工一家一家拜访 推广尽死好画 现在在这场街 其实我们没有看到 什么剪刀 或者什么剪刀 罕见的中文字 马上引起关注 把握机缘 解释说明 十二间店家 欢喜接受 愿意张提海报 华人朋友 更是乐见祝福上门来 谢谢感恩 2705年1月8号 艺人送爱到南亚 响应大爱近南亚 站在募款活动 大爱剧场演员 跟着志工 走上街头 劝募爱心 化妆品的一万块 我先捐出来 非常感恩 传统歌子戏团 明华园 也捐出400套文化爱心礼盒 亦卖所得70多万 全数捐出 还有激励人心的创作歌曲 大街小巷 接力传唱 我当时印象深刻 王建权老师 几乎是三天之内 就把《送爱到南亚》 编曲都做完毕 我们也是很快速 在一个礼拜之内 就把这专辑给录唱完 1999年1月8号 花瓷完成首例东部肝脏移植 历经十多个小时手术 花莲瓷院器官移植小组 完成东台湾首例肝脏移植 受证者是一名40岁 罹患肝癌的患者 在东台湾肝脏移植 这是首例 那么肾脏移植 我们本院已经进行过好几例 这次两颗肾脏 以及一个肝脏 在一个医院讲起来 事实上是一个比较 逐步性的一个发展 花莲瓷院器官移植小组 1998年成立东台湾第一个肝脏移植小组 东部肝病患者不需在翻山越岭 就有机会得到活下去的希望 1986年1月8号 上人拜会佛陀问病图 创作者盐水龙 华莲瓷金医院大厅 马赛克镶嵌壁画 佛陀问病图 于1986年医院企业时同步揭幕 故事取材 佛经典故 独善其身的比丘 只顾修行 不顾旁人极难病苦 导致重病无人搭理 佛陀慈悲 为其施药洁生 他就是在这一生中修行的时候 把人人的事不关自己 所以他现在是这样 当然不只是今世 还有前世的因果 国宝技艺术家盐水龙 致力推动台湾工艺美术 首创马赛克镶嵌壁画 1985年金建筑师高尔潘 引荐上人 隔年完成医院壁画 我希望说有人能把这一幅画 把它变成了比较巨大的画 他就很勇敢 他人那个时候 已经年纪很大了 七八十岁那个时候 他真正地也帮我 愿意去画画了 以后就用马赛克的 本日是逢圣人行脚前往 盐水龙寓所拜会 表达感恩之意 盐水龙于1997年病逝 享其寿94岁 福陀问病途 印证慈祭医疗置业 尊重生命 既是旧人的精神 早安慈祭医疑 今天要连线的主题是印度的菩提加耶 要来聊聊当地已经运作两个月的缝纫职训班 如何帮助妇女学习一技之长 改善家里头的经济 也提升他们的地位 邀请到的是马来西亚的慈祭之工胡桂云师姐 桂云师姐早安 桂云师姐早 全球观众朋友大家早 好桂云师姐 我们知道这个职训班已经两个月了 应该是慢慢步入正轨 今天第一个想聊的点就是 据说当地的妇女朋友个性说话是比较豪迈霸气的 要请他们来上课真的很不容易 先说说这个让你越挫越勇的部分 我们最大的困难跟考验就是文化背景的差异 所以我就带着感恩尊重与爱 走入他们的世界 那目前我们有25位学员 那我们分成两班 然后学生要报名参加的时候 他们都必须要付一个500块卢比的报名费 那如果他们学成之后 他们的出席率也达到了80% 那我们就会把500块退还给他们 那更重要的是他们上下课都必须礼佛问信 同时他们还要整齐列队采放协指信邦 当然这两项动作对他们来讲是很奇怪的 也从来不知道这事上还有排队这回事的 他从小就在熏陶就是赤得生存的世界里面打大了 我想可能是因为这样 所以真的很不简单 我们得运用智慧带领他们一步一步走进来 一点一滴感受到我们的真心诚意 我又听说在整个教他们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说出来的情况是会让大家很吃惊 对对对他就是剪刀 可能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甚至拿剪刀 对他们来讲说都是有一点困难的 他们一般的生活方式 在互动的时候就是会比拳头或者拿风利品 就是跟着分量在比 可能是因为他们日常生活中 没有什么之类我们认为最基本的生活日常用品 在他们家都没有的 这个是我做了家访之后 我才了解到为什么他们的学习力会特别特别的慢 慢到让人家特别的惊疼 很多很多的学生他们甚至连阿拉伯字的数目字都不会的 当然我会觉得很疑惑 这数目字都不会怎么学 后来了解之后他们才有他们的方法 就是一根手指头就是三寸 他们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进学习 那更让我们很无所自从的就是 三五千我们的红热机就会出现了故障了 因为他们会他们的手脚不知道为什么很相应的 他根本无法去控制那红热机 是我们发现这样的问题 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办好 最后我去请教那个供应商 就给他知道我的问题 然后他也供应商也因为我们的成绩被感动了 然后他说我免费给你交 交这边 然后我免费帮你整修所有的红热机 太棒了 所以这些妇女朋友没有排队的习惯 不会用剪刀不会简单的算数 我们是一关一关的来教他们 那有没有哪几位学员的改变让你印象深刻 有有有特别的感动 尤其我记得有一位叫沙利哈 他本身是穆斯林 然后他来上课的时候 那我们有排队列班 然后有整体的与佛问训 然后他告诉我说 我跟你说 我来这边不是学你们的文化的 因为我们上课前 我们一定每日一句敬思语的 一定会有一句敬思语 他觉得敬思语就是我们的宗教 那当然我们会跟他分享 我们的整体列队性质疑 这些都是基本我们的道德礼仪 然后我们礼佛问训 也是我们家里面的长辈 如果我们进到人家家 我们会跟人家长辈问好 然后他也乐于接受了 那目前也因为我们睡眠祝福的呈现 大家看看这个沙利哈 他特别特别的口怒 那就是我问他 很棒 太棒 对啊 那之前很多很多的 为什么 那现在你怎么这样子的投入 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音乐一起 我就完全不知道 我自己应该怎么做了 哇 真的是 跟他结下了好缘 贵云师姐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 那个语气不自觉的就高昂了起来 那么两个月下来 是不是有一些成品了 我们还有画面可以看 是的 因为在印度一般 他们都有很多的NGO 所以我们的学生有一部分 他们是上过其他NGO的学习过训练班 所以我们这个成品出来 只是两个星期罢了 那已经有很好的成品出来了 哇 非常感恩我们的贵云师姐 在菩提加耶带领着一些妇女朋友学习一技之长 感恩贵云师姐 感恩 好刚刚的确看到了缝纫般的妇女朋友 改变就从这里开始 他们参与了岁末祝福的精脏演绎 地点是印度的菩提加耶 慈济之宫在佛陀悟正之地 首度举办了岁末祝福 有1500人共聚善念 格外的有意义 菩提加耶的摩赫菩提会议中心 一大早就人生领废 大家排队入场 准备参与慈济在佛陀悟道之地 首次举办的岁末祝福 我们很开心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帮岁末祝福 那今天是有很多人都在参加 特地是我们的缝纫班的学生 他们表演朔语给看 真的有很开心 有这样的缘分 他们可以学习普通的东西 志宫口中提到的缝纫班学生 是这一次负责演绎 千首世界首语歌的一群妇女 他们利用缝纫班的课语时间 克服语言障碍 不停地练习 连枕边人也感受到他们的碎变 当我站在舞台上 我不能表达我的语言 我不能表达我的语言 我不明白 她是我的妻子 她是我的妻子 我是我的妻子 我被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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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孩子们也被敬变 我被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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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视频中的视频 我没有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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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视频中的视频 我们也支持 我们也支持 我 除了女众的牵手世界演绎 志工也找来男学生演绎行愿 他们练习的时间仅短短两周 但已呈现出 见真大和尚东渡传法的毅力 醒天在风中 驶员 早 午 晚 三场岁目祝福 参与的民众 都远比志工预估的人数还要多 志工租用巴士 专程接他们来参加 期待这股善能量的汇聚 未来也能广布到印度其他有需要的角落 大爱新闻 知善美志工印度报道 接着关心详细的温度预测 苗栗以北13到22度 基隆降雨几率偏高有50% 中部地区晴时多云 气温13到24度 降雨几率20% 南台湾气温16到26度 日夜温差较大 东半部15到23度 迎封面的宜兰有较高的降雨几率 最后外岛部分 金马地区有些许降雨机会 整体气温是11到20度之间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郑佳琪 我们明天再会